海海风云看这边 你说我也来发电 即将在520上任的赖清德 陆续公布他的行政团队人选 升官上位的 大多是他出身高雄帮 台南帮的亲戚 毫无形意可言 玩发电机 为您画本期重点 当台独进一步掌控岛内各领域实权 蔡英文卸任后的台湾 只会更危险 看看 我跟你的手感是不是很帅 行动创新AI 这是科技公司的策划案 你终于打算离开民进党 你不要瞎猜 赖跟我要主心内阁 这是我给他想的招牌 赖清德选的那几个人 跟AI有什么相关 难道以后绿绿的官员 连报告都不少自己写 打算用其他GBTT的 内容是我的先赴还 取名就是要有梗 媒体才会爱 乐度才会来 目前公布的几拨人事安排 被外界诟病是老 独独男 看不出哪里行动创新 明明就是守旧迟还 赖过的性格 你还不明白 用的人当然是要值得他信赖 什么找跨党派人才 本就只是寒寒 怎么可能的好处 留到坏人口袋 马上要走的蔡英文 搞了八年的文庆话术志台 要上台的赖清德 又来这套标题党口嗨 就内阁叫什么AI 简直是台湾狼的BI 任人为亲 而且这些亲的人 没啥专业能力 没啥专业历练 为了党 连脸都不要了 所以这些人赖清德 当然是要用 而且是要大用特用 那狼若是回头不是包恩就是报仇 那赖清德要报谁的仇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从台行政机构政府负责任任命 就能看出赖清德有多在乎自己的利益 卓榮泰 郑立军 包括发言人陈世凯 都是他的选举干将 多年班底 即将掌管检查体系的郑明谦 对赖清德那叫一个忠心 查林兹庙涉滩 起诉高红安 甚至徐草卿松寿面遭约谈案 也传出是他受益 这个案万案不知道行不行 反正打压政敌肯定很行 赖清德当孙后宣称退出新潮流戏 却是为了培养更亲的赖戏 哦对 当然还要照顾一下跟他姐弟情深的成绩 刘世芳和陈金德 这俩都是成绩的子弟弟 未来一个主内幕一个管工程 等于把台湾大多数公共资源 掌握在手里 那个陈金德官商不分 过去就有农舍违建争议 还有新任命的那个经济部门负责人郭志辉 曾经为违反证券交易法被判刑 赖清德敲的人没能力不稀奇 可怕的是有暗底 当新内阁文为他的家臣中心 苦得更是台湾都在心 赖清德本身的色彩 已经传递给陆方的是一个台独主义者 而他今天所用的部长也是台独部长 这不仅是可能踩到两岸的红线 传递给世界的讯息恐怕不是稳定 比如说我们都认为 未来这四年最需要处理的就是 两岸危机跟经济危机 到结果他在想社会改造 洗敌人心 洗敌人心 哗哩哩哩 所以我坦白讲 我认为这个内阁撑一年就差不多了啦 如果说用人局限于小圈圈 是方便赖心的独染大权 那一些台独色彩浓厚的新任官员 对台湾的影响将会更加恶劣 例如即将负责台湾教育的郑音耀 表面上看出生学界 实际上跟岛内独派社团有很深的关联 而被赖心得喊来主管文化的李远 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作家和导演 过去他反合反服貌 还曾经支持陈水扁 这些人价装专业嘴喊多元 就意识形态的黑手操控教育文化事业 从教科书到影视剧的洗脑难以避免 台湾社会将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逐渐沦陷 还有涉及两岸关系 台湾防务对外事务情报安全 相关职位传出的内定人选 都在延续民进党一贯的路线 可以预见赖心得上台之后 与大陆的对抗态势 会比蔡英文时期更加强烈 又是文文电力不足的一天 有请草害来宾和我们一起发电 赖心得这次组成所谓的新团队 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是新平装救酒 帮各个派系安排人士 但是因为是利于用的人 所以尽管男营怎么抨击 都是没有用的 可以看得出来 赖心得用了不少前台南市政府的官员 这个就是他要向独派取暖 因为他在立法机构席次没有过半 很多事情他推不动 所以他先向独派表中 用了吴钊燮、郑力军、萧美琪、顾力雄 担任了对美的工作 因为独派最看重的就是对美的工作 赖心得说他的团队 七成是这个无党无派 在台湾根本没有所谓的无党无派 无党无派怎么会去当你的官呢 而且这一次他用很多人都是知识独派的 鲜明色彩的人 这个就是摆明了 赖心得以后的动作一定会比蔡英文更加的激进 我甚至可以预言赖心得就是下一个陈水扁 陈水扁当年也是因为施政不利 没办法重回独派的温暖怀抱 搞得一个路联共同 那么赖心得号称台独的金顺 独派希望赖心得能够走完这最后的一礼路 所以赖心得他说过要改造台湾的社会 要洗涤台湾的人心 其实就是要把台湾人心洗成台独 就是制造一个言论控制的密集网 可能动不动就是用反渗透法 来办那些有不同声音的人 只要去大陆交流 可能都会因此受到法办 我相信这个团队也是走不远 毕竟当时说要找实业界的人 但是实业界的人纷纷拒绝 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批上海人就是炮灰 这个又可以称为炮灰团队 毕竟五月份涨电价 账单很快就到 光光业六月禁止带团去大陆 所以很多的反忽的势力 就会一一的涌现 到时候就是换人不断 很多人大概会看不住在野党的炮灰 台湾和风云店一起来发电 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期待你们的点赞留言